在倫敦上學的時候 我有幸擁有過一部馬薩拉蒂的GT 它性感的身段讓人魂牽夢營的銷魂聲浪 我至今無法忘懷 也讓我對意大利跑車有了相當美好的真實印象 然而那一代GT問世至今已經過去了15年 試試後讓新款登場 但是我馬上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曾經最吸引我的4.7升十字曲軸NA大V8 現在已經變成了3.07的6缸機 那麼它開起來還會有期待中馬薩拉蒂那種銷魂的感覺嗎 哇這一代的GT聲浪並不弱 但如果我說它要超越上一代GT的車型的聲浪 那就是在說謊了 這代GT甚至可以做到駕駛起來完全沒有聲音 因為它誕生於可以做純電車型的Georgio平臺 它有一個三電機的750匹馬力的純電版本 叫Forgory 但今天我們試駕的是內燃機的版本 它標配了四驅的系統 是氣能最強的Trofeo的車型 它有542匹的馬力和650Nm的扭矩 哇0-130.5秒 哇這感覺太棒了 激速也可以去到320公里每小時 你開起來馬上就覺得這根本就不像是一台GT 這就是一個標準的Sports Car 一台跑車 雖然排放的法規限制了引擎的排量和聲浪 但是它換來了更多的馬力和遠遠更多的扭矩 哇穩穩穩穩的就把這500幾十匹的馬力給釋放到地面 哇讓你沒有任何的那種被威脅到的感覺 非常穩健有信心的性能 哇 雖然它的分貝 雖然它那種躁動感上沒有原來那麼強 但是引擎的這種力量 尤其是當渦輪起壓了之後 哇這種勢不可擋的感覺 太棒了 這台機器是需要轉速的 它其實很大程度上會讓我去聯想到法力 包括Alfa Romeo上的那套機器 尤其是GTA的那套機器 他們從點火的順序 從鋼徑充程到發動機的夾角 到發力的一些特性 尤其是跟GTA很像 所以它是需要一些轉速的 但是你一旦渦輪壓力頂起來了之後 哇 這種蠻橫的向進衝的感覺太酷了 它是和MC20共享了這套3.0的發動機 它同樣是有雙燃燒屎 雙耗塞的這樣一套技術 但是使用了濕濕油底殼 以及和MC20不同的調校 哇 這套海神的引擎 哇太酷了 哇尤其它轉速起來了之後 真是一套很美妙的機器 哇 那8ET的變速箱升到非常的快 基本上你就可以說那是無縫連接 完全可以去取配這台 GTA sports car的駕駛的感受 算是空旋 但是對於車身姿態的控制非常好 這台車是有一個1.8噸的車輛 對於如此尺寸的車型來講 也不算很重了 因為它在這個車身65%的區域 都使用了鎂合金或者鋁合金 這樣的輕質的產量 當我進入到Corsa模式的時候 哇整台車的這種動態 感覺非常的專業 而且不光來自於撫養的控制 在車輛傳動的時候 哇你可以感覺到 它在後輪放了更多的動力 帶給你那種標準性能車的 這樣的一種感受 這輛四驅的系統幫助非常的大 就像這台車的性能來的非常的踏實 很好駕馭 同時完全沒有喪失一台義大利跑車 應該給你的那種驚艷的 動態的風騷的感覺 這一代GT 它都不光是一台GT跑車 你完全可以說它就是一台跑車 哇這性能太強了 如果你去跟超跑約會 他們要去跑跑山 這台車並不會被拉下 你甚至可以開的比其他的夥伴更有自信 我自己那台上一代的GT 其實有點像義大利肌肉車的感覺 它有動力 但是操控起來是比較勉強的 你可以在 South Kensington的路口來個漂移掉頭 但是that's it 它並不會很精準的去駕駛 但這一代GT 哇你開起來 哇你看這麼緊的彎道 穩穩的抓地量而且非常的精準 哇 感覺太棒了 第一次馬沙拉蒂GT車系的銷魂 體現在了 實打實的性能上 新一代馬沙拉蒂GT 依然是那台美麗性感的跑車 近5米的深長 3米的軸距 富裕了它性感修長的身段 就像延伸感十足的雕塑 除了新款的書版頭燈 車身各個角落都能發現 來自於前任車型的設計元素 它們通過現代化演繹 帶給人經典有前衛的印象 哦對了 你不會錯過的 還有各種紅色的點綴 恰如其分的 做得在車身討巧的細節之中 彰顯儲備版本的浪漫與火蛙 所以它GT的車型肯定不能少講了 就是它長途奔襲的這樣的一個能力 首先今天輕盆大雨四驅的系統 讓整台車非常的安心安定 在高速上你感覺開120 即便是這樣的天氣 你都覺得好像車向沒有什麼速度感 感覺像停了下來一樣 很安心很穩健 然後再一個就是它的舒適的能力 在高速上我建議車主可以用Sport模式 它反而會更安靜一些 因為它會稍微用多一點轉速 它避開了低轉的時候 引擎會有點捂著的那種感覺 反而會更加的舒適一些 即便在運動模式 你也可以把避震器單獨放軟 整台車這種吸震的能力 包括質感厚重的感覺 豪華的感覺是很在線的 然後翻盤的這種重量也正正好 然後輔助駕駛 這樣的天氣下你看我激活它 雖然它沒有那種點對點的 就是自己開的這樣的一個能力 但是ACC的功能 就比如說車道的保持 跟車的這種順滑度 舒適感高級感都還是很在線的 然後整個車內的氛圍 依然非常到位 非常棒 當我把相機關上自己開音樂 慢慢聽著非常棒的 SONUS FARBER的豪華音響 來去巡航駕駛 實驗過的很快 我覺得這是一台 就是經典GT應該有的樣子 大的後備箱 高級的性能 高級的顏值 有抑郁風情的駕駛感受 可以帶你舒適地去遠方 這台新的GT完全可以做到 作為老車主 我認為這台GT上 140萬元的起售價吧 我覺得非常具有吸引力 行程過半 當我再次回到MC20的駕駛座艙 GT的價值就越發深刻 在長途旅行的未知氣候下 GT的巡航相當地從容舒適又特別 偷偷超好好的體驗 雖然剛露面的時候 3.0渦輪機和熟悉的造型 不每人產生疑慮 但通過體驗 新GT已經完全證明了自己的內外 同樣的強壯性感 老車主再一次愛上了GT